大家好,我是阿蓮,我現在人在泰州 泰州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城市 這裡的小吃很多,這裡的海鮮很新鮮 然後泰州的口味其實跟台灣的口味蠻接近的 都是偏比較清淡的鹹香型 我自己來過泰州兩三次的其實蠻喜歡這裡的食物啊 蠻喜歡這裡的一些文化風情的 那趁著這一次回上來的時間,有兩三天的空檔 我就跑來泰州玩一玩 然後想要吃一些上一次因為節日都沒開的那些小吃 把這些遺珠之汗全部收進口袋 今天的第一家店就來到了心心念念的胖胖大腸糕 上一次吃它的時候,它還是一個破舊的老店面 經過了一次的撲空之後 胖胖大腸糕已經從我第一次來吃比較老破舊的一個店面 變成了一個比較乾淨整潔的環境了 但是不變的呢,是它那個一樣很復古的灶台 胖胖大腸糕有點像是台灣那種滷味店的點餐方法 它會把所有食材呈列在一個灶台上面 今天就點了一個招牌品像大廠 然後點了一個什麼小豬肚 然後點了一個豬心旁邊的肉 然後點了一個豆腐 大腸真的是讓我魂牽夢營 渴望許久,今天終於吃到它了 它的大腸不是那種滷得非常透的那一種 所以其實外面還是可以看到顏色是比較淡的 它的滷汁呢,更多是跟隨著大腸一起被你吃進口裡的時候 散發出來一個紅燒的香氣 做的真的是鹹香至中 完全可以稱呼出大腸本身那種內臟的味道 這是一個比較少見的這種滷大腸的滷法 因為它其實滷得相對清淡 但是它卻滷出了不酥那種傳統生滷大腸的風采 大腸的口感是在軟跟Q中間 不會不好咬 不會咬到最後有點像橡皮筋一樣 一直咬不斷的感覺 然後它也不會太爛 完全就是保留大腸最完美的那個口感 把大腸放在招牌上面真的是當之無愧 沒有愧對豬的任何一根大腸 接下來這個食材屌了 好像平常在台灣沒有什麼機會吃到 它剛剛跟我說這個東西叫做豬小肚 我就是誒,豬肚那應該是可以點來吃的 細問一下老闆娘,她說是豬的膀胱 那我們來吃看看豬的膀胱口感怎麼樣 感覺就是豬很能憋尿耶 膀胱好彈喔 這個豬小肚口感其實跟豬肚真的很像 但因為膀胱可能彈性真的更多一點點 所以它咀嚼起來的那個筋道會更重 所以咬起來會有點更像口香糖那種 回彈力道更大一點點的口感 那一樣是巴滿了所有的乳汁 吃進去就是滿嘴的紅燒香氣 這一塊連接青臟的肉 我剛才查了一下 應該就是台灣吃的乾臉 煮得稍微過了一點點 它的瘦肉已經煮得稍微有點絲感 然後旁邊那個比較帶筋的部分已經略軟了 所以咬起來沒有那種脆口的感覺 豆腐 它這個豆腐泡在那個乳汁裡面泡了比較久 很明顯它的顏色就是跟其他人比起來不太一樣 它的顏色更深一點點 嗯 豆香很重 然後裡面是孔隙偏粗的 所以你咬了一口之後再去泡湯汁 整個豆腐就會充滿了紅燒的醬香 豆腐也滿好吃的 最後是重中之重 胖胖大腸膏的膏 這個年糕真的是誇張的好吃 雖然我的表情很冷靜 但是我的內心已經波濤洶湧 生成了愛上了這個年糕 這個年糕的口感是 你用牙齒咬下去的時候很容易的咬斷 然後當你要把這個年糕撕開剝開的時候 它突然就黏住了 黏住你的牙齒 那你在稍微多試一下一點力道的時候 它就會完美分開 有一點黏牙感 但卻不是真的黏牙 還沒開始咀嚼就已經有滿嘴的米香 開始咀嚼的時候 牙齒會感受到你在把年糕 壓到最扁的時候有一個微微的阻力 然後就咬開了 所以就是更多的米香席捲而來 這個年糕真的是很猛 然後剛才跟老闆娘聊天 他說這個年糕是他們自己去訂製的 所以不是一般市場上買到年糕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胖胖大腸糕 可以生存這麼久的原因 因為它的大腸 它的糕真的都很厲害 這一整鍋其實都是紅燒湯底為主的 所以你吃多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這個鹹味還有一點辣味 會稍微有點膩 這時候就可以去加一點店家提供的鹹菜 還有本地的特色辣包菜 這兩個醃漬的食材 就可以讓整個湯稍微有一點解膩的作用 推薦大家來的話 一定要細細品嘗這個年糕 這個年糕應該是我在 新榮季的那個黃魚年糕之外吃到我覺得數一數的經驗的年糕 我要依依不捨的吃完最後一塊年糕 吃完了大腸糕 按照慣例 鹹甜交錯 所以要來吃一個甜的東西 我剛看了一下在距離大腸糕5分鐘車程左右 有一個是本地人會吃的甜點店 叫做陶湖祭 我看它招牌上面寫開了40年的老店 你看看 它的菜單非常簡單 就只有三四個品箱 然後這個主打招牌的湖 它也沒有什麼什麼什麼湖的名字 就是一個叫湖 一份6塊錢 很便宜的價格 然後是一個很簡單的甜點 它底下就是一個深色 然後感覺很軟 像果凍一樣的東西 你買完之後 它會在表面淋上一點桂花水 就是一份完整的甜點 看起來就真的很簡單 沒有太多華麗令人驚豔的地方 但就是很紮實的好吃 它底下這個凍應該就是番薯粉混 紅糖的那種味道 吃起來是那種很軟的口感 就差一點就要變流蹄那種感覺 裡面還混上了一點點枸杞 但其實吃不出來枸杞的味道 會滿像是在台灣吃到的昏桂 但是偏軟的昏桂 沒有那種脆 沒有彈牙的口感 一塊糊 然後一匙桂花水 還有幾顆小小的葡萄乾 湊成一個很紮實很樸素的甜點 但是好吃 這家算是很多泰州本店 都會來吃的甜點 我在買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觀光客跟本店 都來排隊買它的那個糊 滿推薦大家如果來泰州玩的話 可以買一碗當番薯甜點吃的 Local泰州人說話 Local泰州人沒有吃過這個要必賣 第三家店來到了 泰州人早餐很常吃的一種食物 蛋餅 我第一次聽到蛋餅的時候 原本想說 是不是美額美美之城那種蛋餅 後來第一次吃到蛋餅之後 有點驚豔 它是一個用手感的那種餅皮 混上很多的蛋 所以跟我們想像中那種蛋餅 其實口感不太一樣 我上次吃的是泰州的另外一家名店 東方蛋餅 然後它今天又沒開 我不知道為什麼賣蛋餅人 這麼不喜歡營業 剛才打電話給老闆說 因為最近連假期間 他已經工作有點太累了 所以他想休息一下 要更晚才會營業 那就來到了另外一家同樣賣蛋餅的 粘季蛋餅 蛋餅的做法 其實會有點像是我們台灣吃到蔥油餅那種感覺 它是手擀了麵皮 擀了蔥 擀了一點肉餡 擀了一點油進去 外面是偏脆的 然後裡面會比較軟一點的口感 煎的時候呢 會用很重的油去煎它 煎到快熟的時候 在中間挖一個洞 把蛋灌進去 蛋餅的內餡呢 除了蛋之外 還有一點點瘦肉的肉香 所以你在咬蛋餅的時候 口感可以分成三層 第一層是外皮的酥脆 第二層是麵粉內餡 有一點像餅的感覺 第三層才是蛋跟肉的味道 這種蛋白質的東西 其實經過高溫的這種油煎油炸 散發出來的香氣真的是 令人難以抗拒 上一次我吃的是原味的蛋餅 然後這次吃的是 多加了梅干菜的版本 梅干菜就多提供一個那種 鹽子物香氣 這一份才12塊而已 真的是很適合當早餐 或是下午茶一個零食來吃 除了說有一點點油之外 其他的我覺得都沒有什麼缺點 吃完蛋餅之後 跑來這個城區這邊散散步 這邊附近就是一個小商圈啦 就是很多老台州人 或者是有一些學生什麼的 都會在這邊聚集 台州人同意嗎 不 我不敢不同意 現在其實剛吃飽 說實在的也沒有辦法 立刻吃下另外一個大餐啦 所以我現在要去買 江浙湖以待非常多分店的一家飲料店 我非常非常喜歡 我也在頻道裡面推薦過很多次 古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 感動的古明小故事 什麼小故事 當初被關在醫院的時候 是古明陪我度過了每一天的難關 因為醫院那邊真的有點荒涼 所以沒有什麼能選的飲料店 就只有KOI跟古明 每一天喝到古明的日子 都對我來說非常的珍貴 如果古明的Marketing 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就是這邊匯款給我 古明真的是不愧對我對他喜愛 就是一個很好喝的飲料店 這個超A姿勢桃桃 把那個奶蓋底拿掉了 所以喝得到就是基本的茶底 加上很甜的那個桃肉 然後還有一點點寒天果冬的口感 很推大家喝這個 尤其是在自由的狀態喝起來 感覺更好喝耶 然後我在我買古明的這家店的對面 發現了上一次吃到的梅花糕 但上一次因為可能是 假日的關係已經太多了 所以它的品質表現我覺得不是很穩定 我這次再給它一個機會好了 希望它可以好好的表現 桂花樹下的梅花糕 它要是不好吃的話 就把它桂花樹砍掉 我覺得這一次的表現 比我上次吃的時候還好一點點 就是它該有的餅皮的脆 然後內餡的鬆軟是有做到的 然後那個黑糖的糖香 跟它裡面放一顆芝麻球的那個味道 是比較均衡的 上次感覺做的有點稍微急了一點點 所以表現得不是這麼的好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點是 它的內餡看進中間的部分 會有一點點軟 有點像是馬薯的那種麵團口感 雖然說它今天可能快打烊 所以多做了很多放在旁邊賣 就不是剛起鍋的 但它還是一樣是一個好吃的梅花糕 桂花樹可以不用砍掉 但絕對沒有好吃到值得排隊 我剛剛經過的時候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現在是不排隊我才買的 排隊的話就不值得吃 晚餐被泰州在地有人帶到了一個姜湯麵 每次來泰州都叫我吃姜湯麵 但它本人也沒有吃過的一個品類 據說是 我每次吃過這個品類 你要去邊路看的時候 什麼的 每次來泰州都叫我吃吃看這個姜湯麵 因為我本人很怕辣 然後又沒有很喜歡姜的味道 所以我一直在逃避這個食物 沒想到今天還是被抓來了 來面對一下 姜湯麵 我要瘋了 一路門就是滿滿的姜的味道 泰州人品嘗的姜湯麵 就是滿姜的 現在要抱持著一種有一點恐懼的心情 喝喝這碗姜湯麵的湯 還可以耶 是姜香 但是不是那種姜的辣味 我一直以為姜湯麵的姜 會是那種超級無敵重的那種姜的辣味 但其實沒有 是姜的香氣 我有點喜歡這個湯耶 傍晚的泰州氣溫二十幾度 有一點涼風 穿短袖其實稍微有一點點的冷 這裡有點熱 然後我吃了姜湯麵 整個有點很暖 我手心都是汗 這碗姜湯麵非常的loko 就是叔叔跟阿姨在後台 一碗一碗炒出來的 裡面的材料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叫白順絲 然後蝦乾 還有金針花的乾 炒完之後 他附上一個很大片的蛋皮 湯頭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海鮮基礎的那種鮮味 姜味沒有想像中那麼濃烈 其實是偏淡的 但是他姜的那個暖液 是不斷的洗來 你會感覺到 它一直在你嘴巴裡面雷激 所以當你吃了五口六口之後 其實還是會感覺嘴巴裡面有點太辣了 今天點的麵是 泰州這邊的特色 米麵 我很喜歡吃這個米麵 我之前去周三的時候吃海鮮麵 也都是點這個米麵 口感會有點像我們吃的那種新竹米粉 然後更粗了一點點 會更脆 而不是更韌 所以你其實蠻好的咬斷 然後也不會有那種很彈牙的口感 這個麵我真的很喜歡 大家如果來江浙一帶玩的話 有看到米麵也都可以試試看 江湯麵的topping 附了一個就是煎過的這種蛋 然後我個人吃起來是覺得沒有必要 就沒有很好吃 這碗江湯麵還是好吃的 就是這個蛋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而已 就是這個蛋皮就是標配 然後雖然有一點格格不入 但就是還是好吃的蛋皮 我覺得它說的不太對 吃飽飽了 這個魚和江湯麵 真的是有點刷新我自己對江湯麵的認知 也不是說驚豔 就是我原本覺得它超級無敵薑味 但後來發現其實還好 它的薑味是蠻中和的一個湯底的味道 所以如果像我一樣不太敢吃辣的人 其實也是可以勇敢的來試試看 我覺得來泰州一定要試一下薑湯麵吧 怎麼可以像我一樣 來了三四次都沒有試呢 對不對 現在吃完薑湯麵之後 要迎接今天晚上最後一餐了 應該是最後一餐吧 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食物 叫做薑汁挑蛋 這個東西用講的很難理解在說什麼 我們直接去看看 因為我一直覺得薑汁挑蛋是一個超級無敵辣的東西 所以我這次來直接很老的點了一個沒有薑汁的薑汁挑蛋 點餐的時候那個阿姨還有點錯餓 就沒有薑汁的薑汁挑蛋 泰州有人點了一個有薑汁的薑汁挑蛋 我現在來試試看 有薑版本的怎麼樣 它是薑的味道很香 然後接著是那種蛋的香氣還有紅糖的香氣會混在你嘴巴裡面 蛋的質地非常的綿密 就是你一抿它就完全化掉 跟著紅糖的水在你口腔裡面衝出開來 然後接著你會咀嚼到一點核桃碎的口感 最後面最後面就是那個薑的辣就會出現 我覺得這個東西跟薑湯麵很像 就是你單吃一口的話 你會覺得薑味還滿溫順的不會那麼嗆 但是當你連吃上三口的時候 薑味就會在你嘴巴裡面累積出一定程度的辣乾 就會想要休息一下才能吃下一口 所以我現在要休息一下吃我的沒有薑版本 這個薑汁調蛋的做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薑汁跟蛋 混上一點核桃碎跟紅糖 在你點餐之後 它會把薑汁混到蛋液裡面 它會把它拿到一個鍋裡面去乾燒 燒成一個布丁狀的樣子 沒薑版本的這個薑汁調蛋 其實就像是紅糖蒸蛋的口感 雖然說不及布丁有那麼奶香的好吃 但是那個紅糖的香氣 還是讓整個蒸蛋的味道提升了一個層次 剛剛跟燃香薑汁的阿姨聊天 她說這個做法叫做仙人燒 傳說就是很久以前的時候 乾隆皇帝就來這附近 然後路過一個地方聞到非常香的香氣 以為是仙人在燒菜 那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這種乾鍋去燒東西的做法 所以乾燒這個做法就被命名 或是被流傳成仙人燒 那薑汁調蛋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做的 那這個乾燒的特點就是 它不會有多餘的水蒸氣去把香氣帶走 它就是會把所有的味道都鎖在那個食材裡面 確實也是吃起來非常的過癮 今天的泰州之情從早吃到晚 一路吃了七家店真的是很過癮 把各種我心心念念一直想吃的小吃都吃了遍 那也很推薦大家來泰州的話可以嘗嘗看 泰州的薑料理 有人會戲稱是都江燕 什麼都是薑做的 薑湯麵阿薑汁調蛋阿這些 都是蠻有特色的東西 泰州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他們很喜歡吃薑 都可以把薑融合在料理裡面做得很巧妙 那我們這影片到這邊結束 明天要去哪裡也不知道 好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